近年騙案不斷上升 警方主動出擊派遠方蛇 行動中一共抓了219人 年齡介乎17至77歲 當中包括兩男一女傀女戶口買手 以及大量傀女戶口持有人 涉及的受害人數多達558人 總損失金額超過5億 有不少受害人是高學歷和高收入人士 例如會計師、投資顧問等等 其中最大一宗騙款更高達1900萬元 受害人是一名36歲軟件工程師 他在網上結識了騙徒 亦聽信騙徒所說 開納了一個投資戶口 起初受害人見自己的帳戶中的傑儀 有所上升 信以為真 亦按照騙徒的指示 將金錢轉到第三方的戶口 期間市主亦有要求 在帳戶中提取利潤 不過騙徒會以種種的借口拖延 甚至要求受害人投入更多資金 才可以讓他提取利潤 市主亦越踩越深 甚至向家人借錢 結果在短短5個月中 受害人過超過1900萬元 分81次 過了42個不同的第三者戶口中 之後騙徒就收到聯絡 而受害人亦圓夢瘡醒 向警方求助 警方又說 騙徒為求引軍入岸 佈局越來越精深 務求令市民重複都不覺 因此市民要對詐騙提高警覺 個人戶口記得不租不借不賣 不要做詐騙集團的替死鬼 再次見 再看 放謀 Zan 08 都